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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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人也被他这次豁出去的表演打动 也让人看到了金马鼎后完全放下电影的表演方式 贴近观众的需求 给大家展现又一个不同的接地气的角色 说实话 马思纯这个名字才两年前 或者一年多以前 还是一个对大众相对陌生的名字 然而现在的马思纯因为金马鼎后被广泛除之 又因为年底大热的将军在上 成为今年底盘点不得不提的小花之一 算起来 是2015年电影《昨尔》开始 马思纯才渐渐进入观众视线 从昨尔里感爱感恨 张扬自我的泥巴拉 到七月与安生里 外表乖巧内心却充满叛逆的林七月 再到外表女汉子内心小女生的夜招 马思纯在一步步的向人们展现着 自己在荧幕上的可能性 而她的努力也受到了人们充分的肯定 2015年李巴拉 一角入围金马奖最佳女配 2016年的林七月则是直接拿下了当年台湾金马奖影后 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也获得了提名 在同龄女演员中 演技算是盖章认证的优秀了 短短两年 马思纯永一步步作品 迅速进入现在的大士小花阵营 得到了主流奖项的认可 实力不容小觑 在观众园上 除了这部挑大梁的将军在上 破了六十五亿点击量大观之外 在2016年暑假最受瞩目的商业大片盗墓笔记里 马思纯扮演的精明干练的短大女探险家阿宁功气十足 也为她圈了一批粉 这部电影最终票房十亿 成为去年暑期大电影票房冠军 再加上昨尾四点五亿的票房 可以说马思纯的作品数据也是拿得出手的 然而 现在的明星除了有作品和演技的认可 是远远不够的 随着娱乐圈和时尚圈重合度越来越高 受品牌青睐程度 明星的时尚品位 时尚表现力 都越来越成为衡量艺人价值和实力的重要指标 女星的竞争更加激烈 马思纯之所以被认为势头猛 除了有拿得出手的作品以外 另一方面 今年有了奖项和作品加持的马思纯 在时尚 代言方面的履历也很亮眼 在金马奖成功丰厚不久后 亲和 知性的形象和暖心的笑容 让他火速拿下代言 接班影界梁朝类 成为打印机品牌富士师乐中国区的代言人 今年初 官宣成为国际顶级奢侈珠宝品牌 卡地亚的品牌之友 并合作拍摄了微电影《暴自魅影》 低胸装 小燕熏 大红蠢 让我们看到了独立 自信大女人style的马思纯 还和景伯然一起成为了豪华汽车品牌 新奥迪A3的形象代言人 这一次他变身成了古灵精怪 Girl充满活力和激情 再比如说他是六大蓝穴品牌之一 Chanel香奈儿的座上宾 每次秀场必然能看到他的身影 170厘米的身高宽肩头 小大长腿 基本就是穿啥都好看的身材 此外马思纯还为其品牌起 吓得加百利尔香水拍过宣传广告 衬衫西裤大腕简直功气满满 前段时间受邀去德国看秀 与一线女汉包合作 拍摄的写真温暖明媚 十分燎人除了和高奢品牌的合作 马思纯今年的杂志成绩也很不错 专注拍戏的他依然交出了九本杂志 十三个封面的成绩 先是登上一线女汉时尚Cosmo开年刊 以标志的马思纯的微笑 明媚解锁五大刊 并在之后相继解锁了 Login时装 以及OK红秀 Figero等多本大刊的杂志大片的拍摄上 你几乎很难看到他拍风格类似的片子 每一组图都是新的冲击 时装LFFICIL杂志十月封面 那也成熟之性的都市 OFICE A LADY 国内新锐时尚工作室 BOPOSNAP为马思纯打造的大片令人眼前一亮 张扬 个性 自我 仿佛看到那个久违的李柏拉 这一套被台湾版 这一套带来拍摄的照片颇受好评 把马思纯眼神里少女气抓地刚刚好 眼神非常有感觉 次封面被圈内广发点赞 堪称惊艳 不得不说 有了作品和奖项的加持 马思纯的状态也越来越放松和自信 时尚感和表现力越来越好 其实马思纯当年也是个120斤的微胖借妹子 为了眼力把辣 活生生地在很短时间里面瘦到100斤以下 毅力可见一斑 不少人也把他当作身材励志的范本 著名摄影师冯玉曾经这样评价到他 马思纯眼神里有一股子韧劲 其实很多女孩拍照时想散发这种劲头 但真有这股子力量的女孩其实不多 这种劲儿演不出来 是从眼里直接冒出来的 这股劲儿不仅让他减肥成功 塑造一个个成功的角色 也让他成为了时尚界的新宠 看看他今年斩获的封面 就知道大牌杂志们也有多赖他了 可娘可男可恩暖可酷 马思纯的可塑性让人很惊喜 虽然说马思纯和高端品牌和杂志有过不少合作 但是他却从来没有给人以高冷的印象出现过 这个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的姑娘 在很多人眼里也是十分接地气的存在 比如在机场吃泡面 比如在机场偶遇红桥一节 耿直的小马哥 不仅当场大方的跟一节合影 并且两人还聊得热火朝天 这件事还获得网友一水的称赞 而这姑娘最具魅力的地方 在于她很懂得感恩 不管活动品牌的大小 她都会发上真心事意的微博感谢对方 比起很多明星仅仅只是转发一下 马思纯每次转发里写的东西 都让人看着觉得温暖的 让人觉得她是真的在用心去体验了这个活动 这些产品 堪称十分称实的代言人 这大概也是许多品牌相中她的原因吧 同时她还有这一份笔记 她明星更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将个案三色事件 她都是第一时间勇敢发生 无惧非议 私底下的她也从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绯闻 日常爱好就是看看书写写字 这样的一个性情简单 内里藏着无限可能性的马思纯 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 确实是有着独一份专属的魅力吧 健康的形象 较高的可塑性 以及她对代工做十分认真的态度 也让她在今年收获了十余个高质量品牌的合作 伊利国立大使 金坊首位代言人 资生堂旗下品牌由来的中国区代言人 英雄联盟 摩拜单车 却愁咖啡 从快销品 护肤品 爆款游戏 还有前面提到的奢侈珠宝品牌 好华汽车 小马哥今年确实揽过了不少优质品牌的合作 今年的雅诗兰带防治乳腺癌活动 也找到了马思纯作为其活动的粉红丝带运动宣传大使 然而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今年看起来收获满满的马思纯 一直扎根在剧组 将军在上敌人截之四大天王 成红年代三部作品相继杀青 真真马不停息 今年在成红年代剧组拍戏时 一度低调的让粉丝喊着一进度就消失 看着片场花絮照 是不是一个专业演员 该具有的坚定眼神 今年九月 马思纯再度获得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的肯定 学会奖的评奖宗旨是 得一双心 在业内有非常高的分量 这对年轻演员来说 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肯定 明年的马思纯 其主演的徐克指导的电影 敌人节之四大天王已定当 数其当 和陈伟廷合作的电视剧《成红年代》 也早早被许多人关注着 还有其素颜出演的楼叶指导的文艺片 2018的马思纯还能更突破吗 我也很想知道答案